云林北港是宗教大镇 过去 智乡产业经历过辉煌的年代 随着时代改变 很多智乡厂都面临停业甚至倒闭 北港镇返乡青年李建杰 因为舍不得家中的老字号智乡厂无人传承 几年前放弃国外的工作返乡 希望可以为这个西洋产业重新燃起生机 最主要是舍不得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接触这个环境 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回来做的话 可能就是做到我爸爸他们那一代 就结束掉这样 在外面跟回来好像也差不多 不然就回来试试看 李建杰回来之后 搭上了电商起飞的阶段 传统智乡产业也逐渐转型成 符合现代人生活的商品 像我们这几年的改变就是说 我们舍弃掉很多传统的自香原料 比如说像中药啊 然后香精等等 这些我们反而改用比较纯天然的木口 原木去做味道比较清淡一点的香品 搭配我们现在比较新的通路 我们直接做品牌 除了商品转型之外 李建杰也注意到生产环境必须跟得上时代 因为劳力缺乏它必须让生产线更具效益 然后现在因为人工的问题 现在人工的问题 不愿意去做那样子的工作 那个环境也蛮糟糕的 所以现在我们都改用就是半自动机械 就是把原料配好之后经过压缩成型这样 李建杰如何为一个面临没落的产业带来生机 他不仅有情感的连结 还有远见与决心将传统与现代结合 显示了只要有创意和毅力 任何产业都有再次辉煌的机会 人间卫视台北云林综合报道